女生真的喜欢男生对他好吗 所有女生都会说 希望找一个对他好的男人 这句话本质上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他想要找的这个对他好的男人 前提这个男人是他喜欢的 什么意思呢 他首先需要感觉到被这个男生所吸引 这个男生对他好才有意义的 而如果他还没有喜欢上你 你无条件的对他好 这是不会让这个女生喜欢上你的 而且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因为你一直缠着他 会让他感觉到内疚 面对你感觉到压力 因为正常的好女生他不喜欢你 他会拒绝你对他的付出和讨好 因为他是不会养备胎的 最终呢他会疏远你拒绝你 就扎女桥吊着你 如果没有吸引作为前提条件 你盲目的对女生好 那只讨好 只会感动你自己 这是很多大学生经常犯的错误 以为我只要对他好 这个女生他就会跟我在一起 可以让他感动 通常的结果就收到了 女生发的好人卡 女生可能会感激 觉得你人很好 也会怜悯你 觉得你很卑微 甚至心里觉得内疚 但永远不会觉得 这个男生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女生往往喜欢的是一个 可以让他崇拜的男人 可以带领他 而不是一个在他面前 唯唯懦懦 卑微讨好的男人 如果大家兄弟们还不是很明白 那我再举个例子吧 你现在走在大街上 你看到一个女生 你走过去对他说 你很漂亮 我很喜欢你 你跟我在一起吧 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呢 那女生肯定会觉得你莫名其妙的 甚至会觉得你是在耍流氓神经病 为什么这样呢 那是因为你跨阶段越界了 你目前跟这个女生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你跨越了陌生人该做的事情 所以女生是无法接受的 那当你缺少吸引女生的这个动作 作为前提的时候去讨好他 这个也是跨阶段越界做事 因为你对他好 给他点外卖 放红包 送礼物 对他关怀 备佳 无微不至 这是情侣之间该做的事啊 你目前跟这个女生 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而你做出了超出朋友之间该做的事情 就让女生觉得难以接受 有压力 不是说不能对女生好 而这些事情呢 是你和他成为情侣关系 才能做的事情 你目前跟他只是朋友关系 你想要和他在一起 你要靠的不是讨好 而是吸引 那如何提高自己的信力 去吸引到女生呢 可以来找我帮你 追女生啊 这个追子 绝大多数男生 一直都理解错了 以为追女生就要活力全开 奉献自己的感情 但其实追只是一个形式 只需要啊 你稍微主动一点 把最真实的你自己 展现给对方去吸女生 就能够擦除爱情的火花了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让他到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回复男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DXX5388 让我来帮助你 如果有信息签讯的话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结果的最新联系方程 拜拜 拜拜